大家好,这是missyy小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很多朋友都希望我出一些关于法式妆容的视频 当然没问题 今天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脸上的这一款 我命名为春夏日常星期法式妆 当然啦,我在原本的法式妆容基础上加了一些步骤 更适合我们亚洲人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这就看下去吧 OK,我把镜头拉近一点,这样你们会看得比较清楚 请忽略我后面这个 OK,我们第一步就要先做好妆前保湿的步骤 我用的产品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被大家都称为法国大宝的 Ambrioliste Le Creme Concentre 妆前保湿乳 因为我本身是中性肤脂 所以基本上我一整年都会使用到它 因为它吸收很快 所以到夏天基本上就不会有油腻感 而且它会让整个妆面会比较服贴 这里脖子也要涂一下 这里要和大家讲一下我的颈纹的问题 像我这样的颈纹是从小就有的 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我自己也搜寻过很多的产品 也尝试过各种方法 基本上都没什么效果 估计像这样已经这么深的颈纹 之后也只能通过医美的方法来处理 如果其他小伙伴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可以改善一下的话 一定要记得底下留言告诉我 保湿完了以后 接下来这个步骤特别重要 也就是法国女生非常注重的防晒 她们一年四季每天都要涂高指数的防晒产品 在夏天呢我会使用啊这一款啊 理肤全的La Hose Posay的啊 人称大哥大的这款防晒霜啊 防晒指数呢是50加 这款对我来说是我用过的最轻薄啊 也是最不刺激的防晒霜之一啊 尤其呢它上脸啊没有什么负担啊 和其他一些粉底呢都能非常好的融合 涂之前一定要摇鱼 一定要涂够的 它基本上是水状的 还有脖子 脖子一定要涂 否则我的颈额会越来越深 涂完之后呢最好等个几分钟啊 让它沉膜啊之后呢 上底妆啊会更容易一些 等待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先喝点咖啡 OK基本上干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上底妆啦 之前我说过法式妆容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要自然 底妆啊一定要轻薄轻薄再轻薄 而且如果你的皮肤够好 这一步啊你都可以效果 今天我用的粉底呢 就是makeup forever的水粉霜 据说呢它里面的含水量呢是80% 所以啊它的遮瑕效果呢几乎没有 其实我用它就是做一个均匀肤色啊 和提亮的作用 好像这种非常流动性非常强的粉底液呢 我啊会用这种圆头刷去刷 好先挤一步 哎呦 然后直接 然后用抛光打圈的方式上 大家看到我现在呢只涂中间的部分 我旁边的脸周围呢 像这边我基本上都没有涂 这样呢是为了要打造自然的那种明暗对比感 当然了千万不要忘了脖子 这样呢色差才不会太明显 因为今天强调的是心肌裸妆 所以呢底妆尽量不要太厚 遮瑕也没有特别需要遮的地方 但是呢脸上还是会有一些 比如说下巴这一块 我的下巴这块还有鼻翼这块有点泛红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 烘培定妆来改善肤色的布匀 那我用到的产品呢是 娇兰加的幻彩流星粉球 这个产品呢它本身啊就带有点细闪 和有一些颜色 这样就可以矫正啊皮肤的一些颜色 我觉得这一款真的是非常适合做烘培 这罐绝对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OK先沾一下 多沾一点 我呢基本上会有按压的手法 在眼下还有鼻翼这块有泛红的地方 还有下巴肤色不均的地方 额头出油的地方 就会稍微按压一下 多压一点 我们呢先让它保持这样 之后呢差不多快完妆的时候呢 再用刷子去扫去多余的粉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处理眉毛了 法式妆容基本上都是浓密的野生眉 非常强调呢眉毛本身的毛流感 所以啊大家千万要避免那种非常生硬的眉毛 而我本身自己的毛发却是比较旺盛 眉毛也算是浓密 但是它有一个毛病呢就是不太听话 对付这种情况呢这里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神情 这个呢我是在网上买的眉毛定型神奇 当我后来拿到手的啊 我一打开我才发现 其实啊它就是一块透明的肥皂 如果大家家里呢有透明的肥皂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代替这个 哦现在我又教一下大家这个怎么用啊 先拿一把梅刷用水来沾湿 然后直接刷一下肥皂 然后你就会看到它会融化掉一点 它的上面就稍微粘了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做一下定型了 其实大家看到很多那些模特的 非常夸张的那种野生们 用这个就可以做出这种效果 我基本上等它稍微干一点点 我就会在上面稍微按压一下 这个真的是可以坚持一整天 也是他们专业化妆师经常用的一个方法 接下来就是眼睛的部分了 法国女生平时是不太画眼影的 但是我们为了打造出欧美女生那种深邃的眼睛 今天就会加一下眼影这个部分 而且我今天用的这个产品其实不是眼影 我用的是Dior家的后台系列的高光盘 其中我用到颜色就是里面的bronzer这个颜色 也就是他们法国女生经常用的古铜粉 因为古铜粉它的显色度不会特别高 所以会让整个眼睛会看上去非常自然 我觉得非常适合今天的裸妆的这种效果 其实我们要刷的部分呢 这个范围其实要大一点 尤其是在到眉骨下面这一块 这一部分呢要加重一点 所以呢沾去以后 我直接会在这块眉骨下方直接上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晕染 像双眼皮褶皱这块我是没有带到的 这一下呢我们等一下还要做另外的处理 然后一定要加重眼尾三角区这一部分 让它更立体感更出来一点 当然啊下眼影呢也不要忘咯 看两个眼睛的对比 其实下眼影大家非常重要 千万别忘了图 它会让整个眼睛放大很多 好我们现在就把这只眼睛画上 好了两个眼睛都画好了 当然因为由于它的显色度呢 本身就不高啊 大家可以大胆的晕染 OK因为今天是裸妆效果 所以接下来的眼线部分呢 大家基本上都可以跳过 但是呢由于我本人呢 是属于眼距比较宽的 所以我习惯呢会加一个小步骤 我会用眼线胶面就在眼头这一部分 稍微画一点点眼线 我用到呢是Nicks家的眼线胶笔 有没有这样是不是眼睛就距离就会稍微近一点 好如果大家是想要拉长眼睛效果的话呢 其实啊眼尾也可以加一点 或者呢是眼距比较近的朋友呢 就可以啊在眼尾加一点点啊 这样呢就可以视觉上啊 综合一下脸型的缺陷 接下来就是一个重头戏 就是睫毛膏 睫毛对于法国女生来说啊非常重要啊 她们可能平时啊不化妆啊 也都要刷上睫毛膏 因为我自己啊平时也有在接模特的工作 所以呢平时工作中啊 跟很多专业的化妆师呢 也学习到了不少的小技巧 尤其是睫毛这部分 首先呢我们先要夹一下睫毛 夹睫毛这个步骤啊特别重要 一定要多次夹 而且她们的手法就是这样上去的 好我们这边也是 好了 两个睫毛都夹好了 接下来睫毛膏的部分 今天我用到的产品呢 是欧莱雅的 The Paradise 天堂系列的睫毛膏 这个是我用的是蓝管 是防水的管 因为我本身的眼睛呢 这边比较凹进去 所以经常有些睫毛膏 会让我这边涂了大概五分钟不到 它这边就花掉了 而这款呢 我是觉得唯一能和日系的睫毛膏 可以媲美的 主要呢它不会晕 在睫毛膏这个产品上 我觉得真的是日韩的 要比欧美的做的好 然后评价的呢 要比大牌做的要好 不过欧美睫毛膏对我们亚洲来说 最大的一个bug呢 就是它的刷头都很大 所以我们用来画睫毛的时候 经常会粘到其他的地方 像很多化妆师啊 在画睫毛膏的时候呢 首先一个步骤 一定要把膏体去掉一些 比如在管口上先把它弄掉一点 然后再用纸巾 直接擦掉一点 转移圈擦掉一点 大家不要怕浪费 因为这样呢才能涂出根根分明的效果 其实呢它头上的膏体呢还是很够的 而且涂两个眼睛是没有什么问题 OK 这样涂出来睫毛效果才会比较自然 大家涂睫毛的时候呢 一定要舍得花时间 要慢慢涂 要比较细心 因为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裸妆来说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 再涂一下下睫毛的部分 好了眼妆呢我们先这样啊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修容的部分 我之前说过法国女生基本上呢都不修容 当然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啊 就有非常立体的无关 我们亚洲人想要打造这种立体感呢 就必须啊稍微做一下修容啊 和加一些鼻影 因为今天裸妆不文心 所以啊今天我用到的产品呢是这一个 呃MAKE UP FOREVER的一个粉笔 呃这一个呢是我网购的时候 买错的一个色号啊它比我本身肤色呢大概要升了1到1.5个度 所以啊我呢就直接啊有时候会用它来作为一个鼻影和一个脸部轮廓的修饰用 这绝对物尽其勇所以大家如果在平时啊买了一些比如说深意度的色号或浅度色号要么可以当做脸部的体量啊要么可以当做阴影的修容的部分而且这样呢会看起来更自然 哇OK鼻影的部分呢我会先用这样的斜角刷呃沾取 画鼻影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直上直下呃这样看起来你的鼻子就是直直的一根特别不自然所以呢大家先啊眉头开始斜角的做一个C字形的小C画一个小阔弧 好鼻头呢我们这边画一个V 因为法国人女生的鼻头啊都比较小巧啊所以这边呢可以稍微画上去一点点 这样的鼻影呢就出来啊比较自然而不是直挺挺的一条 然后呢我会再修饰一下鼻翼的部分让它看上去更小一点 好了鼻影的部分画好了是不是看上去还挺自然的呃那么接下来呢呃再做一下修容啊这个时候我会用到它里面自带的粉布 稍微粘一下呃呃画一个阿拉伯数字3 呃这是他们经常法国女生经常用的一个手法 当然你可以用刷子啦 这样呢呃下额线啊也可以带到啊让下额线呢更清晰一点 我们立马这一块就看上去比较立体一点好我们把这一块也画上 好修了这一部分就出来了这样呢脸部啊阴阴感呢就更明显一点啊 现在呢我们就把脸上多余的刚才呃烘培的散粉呢啊用刷子刷掉 接下来就是嘴唇这一步啦 很多人啊都认为了法式妆容一定要有啊大红唇啊才够法式 啊其实啊并没有 法国人平时啊基本上呢啊也会涂一些比较低调的颜色 太过于浓烈和鲜艳的红色呢其实不太适合日常工作啊和学习 今天用到的产品呢就是啊 Bourjois妙巴里加的苏夫雷啊唇釉 这一个系列啊这个系列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轻薄啊有点那种雾面的感觉所以呢看上去会比较清新 这一款我觉得非常好呢是因为它涂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 而且啊它会给你这种就是你的唇色本来就是这一种颜色的感觉 非常适合裸妆 平时素颜啊也可以随便涂 而今天我用到的色号呢就是08号 我已经用成这样了 所以它对我来说的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呃因为啊我们要打造出来法国女生啊那种比较丰满的唇型啊 像我自己嘴唇呢就比较薄比较小 所以呢我会稍微把它涂出来一点点 是不是瞬间气色就提亮了很多 我觉得每个亚洲女生啊都要背一个这个 好接下来我会用手指啊再直接模糊一下唇周 啊这个时候呢手上还有一点的唇釉 好这里可以开始划重点咯 通常法国女生呢会直接用手指啊在脸上 用这个呢当做腮红 这样呢腮红都可以省掉了 而且啊腮红的颜色啊和唇色呢刚好可以搭配 这个唇釉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当腮红用 因为它本身啊就是雾面的 嗯它的显色度呢也不太高 呃我可以再加一点点画上另外一遍 哦我有时候呢会在鼻子中间会加一点点 这样呢就会有一种啊晒伤妆的感觉 而且啊看上去更自然 接下来呢就是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高光的部分 其实高光啊帮助打造脸部的立体感啊非常重要 我再用到之前用到的这个盘 感觉天外亏的感觉我得加快 我会呢用这个香槟粉的颜色 这一款颜色我会用手指钻去 就在刚才眼睛的部分 我会在眼睛的眼球中间 双眼皮褶皱内呢会涂一点高光 哦下面呢我们也可以涂一点点 那会让你的眼神呢更加有神啊 眼神呢会更出来一点 然后我再会鼻子中间 哦这也要注意千万不能这样直直下来 哦一定要分短刷 中间这一块刷出来一点 然后鼻头一点点 还有嘴唇唇峰这一块 哦因为要打造出嘟嘟唇的效果嘛 这一步呢我是通常都不会少的 下巴 眉毛的部分 眉峰 上面也可以加一点点 当然还有脸上最旁边的这一部分 全骨这里 好了 好那我先去换个衣服出门啦 好了衣服换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整个妆容啊 是不是有一种毫不费力的优雅感 其实啊我估计很多只呢都看不出来我们画的妆 嗯 还有我们天生就这么立正 哇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呢 别忘了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爱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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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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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